台北断交41年来 美国国务院最高层级的官员次亲克拉克访问台湾 敏感时刻中共军机大规模扰台 更是首度接近我国领空 从今天早上7点钟开始 一共18架共机展开了实战化演习 侵扰我国的西南西部西北还有北部的空域 等于说是全方位的来试探台湾的空防 而其中殲-16战机 更是国防部首度公告的共机扰台机型 不但是我方的F-16是挂带三度升空 那么军方各是前前后后广播驱离了24次 情况可以说是相当紧张 空军广播市警驱逐共机 因为18号一早共机又扰台 这回不止进入防空识别区 更首度接近我国领空 语气强硬 原来中共国防部宣布 18号开始在台海附近展开实战化演练 看看我国国防部提供的航机图 共机来来回回 甚至跨越海峡中线 挑衅意味浓厚 包含两架轰6机 殲10机和殲11机各4架 还有8架殲16机 更是国防部首度公布的扰台机型 算一算一共18架共机扰台 这回不止侵扰台湾西南空域 还包含西部西北和北部空域 等于整个台湾西岸都涵盖在内 统计从上午7点开始 4小时内国防部连发24次广播驱离 更四度提到 共机已经接近我国领空 国军也出动防空飞弹追尖 F-16战机从花莲基地升空 每批次两架F-16战机 分别都挂在两枚AIM腰两栋先进中程飞弹 以及两枚响尾蛇飞弹 全副武装戒备 连续紧急起飞三次 创下成军以来的记录 这回共机扰台碰上美国国务院次卿 克拉克造访 时机格外敏感 也把台海间的诡谴气氛 提升到823炮战后的新高 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最近频频升高 对台湾的友好态度 除了派卫生部长阿扎尔 跟国务院次卿克拉克访台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 日前还跟台湾驻纽约代表 李光章共进午餐 那么这些举动呢 都被视为一再的挑战 北京的底线 中共解放军除了天天派遣军机 绕台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 在今天也高调的开记者会 措辞强硬的痛批 不论是美国要以台制华 或者是台湾要狭阳自重 都注定是死路一条 更宣布要在台湾海峡 举行海空实弹演练 今天开始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在台海附近组织实战化演练 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宣布要在台海进行军演 中共解放军高调放话 抗议美国国务院次卿 克拉克访台 中国国防部呛吓 痛批台美是在玩火 强调解放军有充分信心 挫败外国势力干涉 并表示以整合海空兵力 在台湾海峡做好战备 进行海空联合演练 显示台美最近互动频频 以让北京气急败坏 除了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 跟国务院次卿 克拉克接连访台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 也首度跟台湾驻纽约代表 李光章会面共进午餐 讨论让台湾参与更多联合国事务 这让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 耿爽气的对美国提出严正交涉 美国大选前夕 美中台脚力正打得火热 美国国务院次卿 克拉克率团访问台湾 人本外界高度期待的台美经贸对话 变成了非正式的会前会 针对供应链安全科技合作的议题交换意见 我方代表包括了行政院副院长沈荣金 经济部长王美花等财经部会首长吕慧 而工商业界的大佬几乎全部缺席 而这场闭门会议也是异常低调 会前会后官员们都不愿意接受访问 原本期待的对话变成了会前会 中间的转折到底是什么 也让外界质疑这次克拉克访台意义似乎不大 行政院副院长沈荣金下车快速走进饭店 亲自领军跟财经部会首长 跟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克访问团 针对经贸议题进行意见交流 不过双方碰面很低调 全程闭门举行 而原本定位的经贸对话 也急转弯变成前期对话 讨论台美供应链 为未来的台美经济与商业对话暖身 中午美方则宴请台美重要供应链者 包括半导体 网通 科技业 还有工商团体代表 下午的民主对话则讨论 目前区域人民跟民主歧视 不知道再跟我们讲一下 说今天聊的状况 谢谢 还顺利吗 谢谢 外交部会有说明 你今天还顺利吗 外交部会有说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到底谈什么 大家三尖其口 先前传出克拉克将亲自主持 台美经济与商业对话 并邀台湾五大工商团体与会 但最后不但取消这下安排 工商大佬也大多选择不出席 不过官方对官方的会议前会 外界关注未来台美签订FTA或BTA 是否有机会 如果能够签自由贸易协定的话 我也愿意 国民党也愿意来一起吃美食 因为唯有这样我们能够很理性的告诉民众 真正的告诉民众 不能骗民众 原以为克拉克此行可以谈到双边经贸 台美经济商业对话落空 没有看到经贸实质成果 不免有些失望 介绍下面是SB小组台北报道 美国国务院次亲克拉克抵台 不过相较于上个月来访的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 其实他这次低调许多 我们为大家来做一些比较 首先来看到的是 阿扎尔上次来的时候 他做的是美国的行政专机 而克拉克身为国务院的第三把手 他做的却是 弯流五行的商务包机 而与总统蔡英文的会面方式 阿扎尔当时是高调的 在总统府跟蔡总统见面 而克拉克却是在总统官邸 与蔡总统参训 三天紧凑的行程 克拉克下午在台北宾馆 跟外交部长吴钊燮碰面 接着转往行政院 拜会行政院长苏贞昌 行程通通不公开 也让蓝莹质疑说 美国的态度突然转趋低调 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转折 以及台湾真的能够 从中获得想要的利益吗 美国国务院次亲克拉克 在台北宾馆跟外交部长吴钊燮会面 短短不到一个小时 两人似乎相谈甚欢 接着前往行政院 拜会隔魁苏贞昌 访问团一行人抵达之后 为了防疫得先量而温 喷酒精 不过要离开的时候 克拉克一个亮枪 差点跌倒 身为国务院第三把手 克拉克行程相当紧凑 却是异常低调 一整天媒体只能隔得远远的 精同一瞥克拉克的身影 对比一个月前来访的美国卫生部长 阿扎尔做的是行政专机 机上还有大大的美国国旗 克拉克做的却是弯流五行 商务包机 而阿扎尔与蔡总统 会面地点在总统府 克拉克与蔡总统 却是低调在官邸餐训 阿扎尔访台参访机关署 还签了卫生合作备忘录 但克拉克行程 全都是不公开 我们很高调美方非常低调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低调 结果好像什么都没有 华府安排的行程跟方式 我们当然要跟尊重 因为能够来拜访 能够成行 本身对台湾来讲 就是一件很重要的突破 来应质疑到底克拉克访台 台湾能换到什么 绿营强调经贸议题 本来就需要时间急不得 克拉克旋风抵台话题不断 记者组合报道 日本前首相森喜朗 在今天傍晚五点钟 正式抵达台湾 并且再度跟总统蔡英文会面 那么这也是他在短短 一个多月内第二度来到台湾 要专程出席 明天前总统李登辉的 告别追思礼拜 人本就定期起胜的森喜朗 他现在高龄已经83岁了 日前在家里头 又不小心跌倒摔伤 我们看到他今天 现身在媒体前面的时候 他的手上这边 其实是有一个支撑的 装置的 不过即便受伤了 他仍然坚持要再度来到台湾 除了因为他与李谦总统 深厚的友谊 让他坚持 一定要来送老朋友最后一程 他也带来了新任首相 菅义伟的问候之一 首相固定带保护者 日本前首相森喜朗 即使日前因为不慎摔倒 18号人附上 第二度搭专机访台 带团参加 前总统李登辉的 追思告别礼拜 这也是森喜朗 短短一个多月内 为了李登辉二度来台 不至于李登辉友情 令人动容 由于这次也是 日本菅义伟首相上任后的首次 他也充当幸猜 带来新首相的问候之意 借这个场合代表台湾人民向监首相表达对日本新内阁的祝福 监义伟首相也知道个人今天要到台湾来访问 这个监首相也托个人务必要转达对总统阁下 以及台湾各界的先进表达表示问候的意思 这是申其朗率团来台 到登机前一刻团员还在变动 因为一个月前陪同来台的岸信夫入阁当防卫相 再加上几位议员也高升 所以团员人数缩减 这回申其朗带上见蔡总统 蔡英文除了表示感谢及关心 也希望台日友好继续向前走 继续讲解决明教卫生台北报道 前总统李登会的告别礼拜 明天将在真理大学登场 包括了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克 日本前首相森喜朗都会率团前来调业 再加上一般的民众估计届时会有超过1500人参与 场面非常的盛大 为求慎重在下午先进行彩排 那么由于现在正值防疫期间 该如何落实防疫泡泡的执行呢 那我们看看初步估计呢 应该是会分为三个团体 包括了政要民众还有民间社团 那么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就特别挂保证了 美日的贵宾团呢 都有专属的车辆动线 连休息室厕所都会分开 也已经跟疫情指挥中心做了完整的沟通 前总统李登会的告别式将在真理大学举行 这次美国跟日本都有率团来参加 不过美日台三方的抵达时间会错开 还在门口就实施分流 19日上午美国国务院次卿科拉克 日本前首相森锡浪 以及约40国驻台始捷 将同场调业李前总统 防疫成重中之重 我们都有安排专属的车辆 专属的动线 两边的代表团有设有休息室 那也是分开的 那包括厕所也是都有独立的 这一切我们都有跟专业流企疫情 指挥中心做好完整的沟通 防疫的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这场告别礼拜估计有超过1500人参与 会求慎重前一天先举行彩排 动线主要分为三大会场 把一般民众跟外宾区隔开来 主会场在真理大学大礼拜堂 9点半由蔡总统亲自颁赠包养令 副总统赖清德帅五元院长进行卫林计覆盖国旗仪式 最后麒麟由国军弟兄依照卸任元首身份发审炮21响 车队随后也将绕行李前总统母校淡江中学 在校哥陪伴下接受献花 并敲响21响中表达对大学长国家卸任元首最深的思念 据赵人传黄伟才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9点半由蔡总统 2点半由蔡总统 在过前期中 2点半由来 遇到很独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